大家好 我是文念珍 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是 跟撲街少女兩個撲街少女聊聊天 可是剛剛講到跳題的 講到他們兩個人共同喜好 跟自己年輕的時候的一個喜好 叫攝影這件事情 然後忽然間發現這年輕少女竟然又喜歡用底片 他選擇奇怪 有時候沒用 沒時間用那個過期底片拍 不過聽他講的時候看他們眼神 蠻快樂的 然後自己好像心裡面有個蠢蠢欲動說 好吧有時間再拿相機來拍拍 因為現在相機通常都是買一個的 被兒子占掉一個 因為他通常都變成他 後來到最後都變成他的 因為我也沒什麼時間 所以用一用就割 人家送的我也用一用 他就拿走了這樣子 好我們現在回到撲街這件事情的那個 就是我剛剛看你們的東西 我就覺得當時有點擔心 是兩個女生然後去做這樣的動作 會不會哪天搞到一個很危險的地方去 因為你在國外常常 很多人會罵這件事的 就是會有一點點擔憂 比如說各有各的那種角度去想進 不是想進職 就是想進去阻止這件事 比如泰國他認為泰國是和尚去鋪 就覺得不尊重 泰國因為和尚很莊嚴的一個工作 但我認為不一定這樣 因為和尚應該是慢慢要更入室一點點 這講的話常 這是我對和尚的看法不一樣 就是說宗教應該很入室的 他不應該應該出事到那種程度去 他對人群是沒有幫助的 沒有爭辯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而已 那國外很多人的撲街就不一樣了 他可能是想限料自己 或想讓自己成名 所以常常去撲到一個非常危險的 的地方 比如說 去撲到什麼鐵軌上面 然後每個人在比什麼 比哪一誰的火車最靠近自己 那我覺得那太無聊了 那我的觀點是這樣 你們所保持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其實從一開始一直到現在 我們都有放一個就是 我們的原則 就是要愛其自己的身體 然後不要去危害到別人的那個利益 三大金條 第一個就是 哪個金條 金條 就是條規的條 金是哪個金 金色的金 啊 就金條啊 可以賣錢的那種金條 對 金條喔 好好好 你說金色的金 我以為是那種佛教金色那個金 沒有啦 不好意思 這個耳朵聽力不好 就是 第一個就是不傷害自己 第二個是不困擾他人 第三個是不破壞公物 嗯 對 這是我們的宗旨 而且其實是從我們粉絲團 就專業一開始 我們就有 就有 就是一直提倡 嗯 而且如果說就是有人就是 放一些什麼在高速公路 或是在鐵軌的 嗯 或者是在一些比較高的那些 T 呃 比較危險的地方 我們都會做一些關心 嗯 但我們也不是很嚴肅說不行 我們會說 欸 我們很關心你 那 呃 這個是很危險的 就可能麻煩你就是以後不要這樣子做 嗯 對 我們都有做呼籲 而且都有做控管 所以台灣也有其多人在嘗試這種東西 是找 是找一種比較刺激的方法在鋪嗎 就是以 完全以個人 炫耀自己的方式在鋪嗎 嗯 台灣 但是說有些人 嗯 可是少數 其實很少 嗯 大部分的人 我覺得台灣 台灣的大部分的人玩都還是 就是他們 都會 以安全為主 嗯 就是好玩而已 但是 就少數部分的人 我們才會做一些宣導 嗯 對 像最近的話就是畢業季 所以比較多就是 為了快樂 然後穿著學士服 去拍照 對 這個有一次 我剛剛想 剛剛很奇怪 剛剛也是想到說 如果拿一個畢業典禮 是所有校長 跟他都在 都在那種大禮堂 所有人都鋪在一起 我覺得那一天很高 很高興 為什麼 那一次畢業典禮大概 然後 畢業了就忘記了這樣 真的嗎 那像我大學畢業典禮 我唯一記得是什麼 因為那天浮人大學淹大水 所以整個中美堂是淹水 淹水我們每個人走出來就 因為女生都穿高跟鞋啊 那很多男生還蠻神勇 他們就架那個很臨時的那個走道 就擱起來 所以男生還跳到水裡面去幫忙 怕女生從那個很小的那種木板橋上 掉下來 所以每個人還去補 所以我們所有照片都是擋到龍 就是濕的 每個人不是褲子濕的 就是裙子濕的 好記得 但是因為他有意外 所以 所以你記得嗎 如果很平常 大概也不會 不會記得這樣子 那你像現在你們 比如說在Facebook上 你現在已經10萬人對不對 你們跟粉絲的溝通 用什麼方式 主要都還是由Facebook上面的留言 就沒有其他的那個部分這樣子 嗯 都是就是留言 然後 對啊 就是可能就是我們放照片的時候 他們不是會 有些人會留言問問題啊 或是他們講一些比較有趣的話題 我們就會回覆他們這樣子 對 不過我看了你們最近的一些新增的東西 當然你們是 某些比較挑到某些景點什麼東西 拍或是比較那個東西 但是有些點是 別人比較不會注意的 比如說很生活的 比如菜市場啊 等等 他沒有說很特殊的 比如說到很有名的經典去拍這樣 那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想到去挑這樣的一個 比如說 我如果把它定義就是說 城市的小角落 為什麼會從這個角度出發 是誰的想出來的idea 其實應該是說 我自己本身在拍照 我一直到這一年 今年我今年的拍照的方向都是走 比較我希望是可以走人文關懷的部分 所以我都會 我很喜歡就是去像是去眷村 或者是去一些比較鄉下的地方 可能像是大理 那些就是比較沒有人會去的地方 我就會自己騎著 騎著機車亂繞 那你有時候就會發現說 裡面有很多其實很有意思的地方 或是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那我就會覺得 我喜歡這個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我會覺得 那我們拍照的時候 我就會選擇像是 像是上菜市場這樣的地方 對 而且因為一般人就比較不會 以菜市場作為經驗 但是我覺得 菜市場才是台灣正統人情味 會最明顯的地方 不 那是全世界最傳統的地方 像我國外去旅行 我喜歡到傳統市場去看 因為我看他們買菜 我就知道 這個胖胖的義大利 歐巴桑 他今天晚餐會是吃什麼 你看到他手上提的東西 有什麼東西跟台灣不一樣 比他們蔥長得很奇怪 他們茄子長得很奇怪 都是圓的 我們是長的 他們是很大的一個 然後每個人為什麼 一個起司店有幾千種起司 然後他們買什麼 就那個東西是生活啦 對對對 所以當初是誰選 是靜莉選的還是妳選的 是我先選的 那靜莉呢 我的話就是比較屬於 我喜歡在生活裡面 比較不會特別去 因為我也比較沒有時間說 欸 騎著車子亂繞 嗯 那我就喜歡 所以妳現在 妳現在拍照都好像假日嗎 因為妳如果 妳有在上班嘛 對不對 呃 對 嗯 所以幾乎都是假日 或是 呃 一些空閒的小時間 然後像我 從生活中的地方 就是譬如說 欸 路邊有一個點 譬如說像 一開始是捷運站 那就是我自己生活的 嗯嗯 然後像 呃 有張照片是麥當勞 嗯 那也是生活中的東西 就是 城市哦 對對對 我比較屬於就是 城市那一方面 就是我喜歡從生活中 裡面去找一個 呃 我自己比較有感觸的東西 嗯嗯 所以未來呢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所謂未來就是 因為妳們現在是 透過這樣的一個動作 然後去讓台灣 那些生活的角落 或是說 妳們所 呃 習慣的 但別人也不以為 什麼特殊的東西 然後去介紹 這樣的一個城市 未來有沒有想過說 那以後要 就是繼續拍的話 繼續這樣下去的時候 有沒有 任何心裡面想過的 的計畫說 啊 我以後要 要再走什麼路這樣子 嗯 我覺得像是 呃 一些 類似呼籲的東西吧 就是除了尊重生命 動物 生命跟 介紹景點以外 因為我們 也是會覺得說 如果說像是有一些 比較 台灣快要遺失的一些 傳統的記憶啊 或者是文化 那我們也會希望可以 就是在這邊 就是多琢磨一點 嗯 那我覺得 除了是關懷動物以外 我覺得像是有一些 類似 宣導的部分 呃 可能是跟人 人會比較有相關的 我也會想做 只是說 因為現在都還在規劃 所以會希望說 以後我們作品 都可以慢慢慢慢的 就是省出來 嗯 對 我也希望這樣 因為基本上 工作還是 生命 生活裡面很重要的部分 就像Karen 你現在選擇的是 以攝影這個東西為重要 我覺得那個挑戰太大了 因為從事這種工作人太多了 你要這個地方 要跳脫出來 你必須花更多的 努力 特別是Sense上面 你一定要贏過人家 你才有味道 我常常講 器材 跟拍照 拍照是器材 比如網路上 他討論說 哪一部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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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以為然 這個老人先生的概念 因為一個全世界最有名的 我認為最好的一個 電影攝影師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問他說 你的攝影器材 是什麼 他說讓最棒的光線 到達我的底片 這是我一直 一直 認為經典的 為什麼 因為他選擇的東西 不是機器本身 他是選擇他最好的 比如說 這一段的影像 要陳述內容 我用什麼方法 拍 他都盡量用自然光 你看任何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但他每個人選擇不一樣 因為現在很多很複雜 現在很多人 一進電腦開始修 修來修去 修來修去這樣子 那我認為他是有一點偽常 那這個東西 這個老先生講太多了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在工作上 你必須建立起自己的成績 那所以 有餘俠去做這工作的東西 老先生變成只是自己單純的快樂 或者是讓別人有點快樂 所以我必須要這個地方 也跟這個用機會跟你爸爸講 這種新增不會很快的 是你嘛 是你爸爸對不對 是敬意的爸爸講 這種新增應該不會很快 因為他們還有正事在做嘛 對 那 我還是站在一個立場上講 其實為什麼今天要訪問你們 就是說 我除了讓年輕的朋友也聽到之後 真的是希望讓年紀大一點點的人 也聽見 就是說 其實這個時代已經不一樣 年輕人他們自己做自己的選擇 我覺得有他們的意義 那這個意義你可能在現在看 用你的觀點看可能不怎麼樣 但是事實上你會知道說 他所能影響到的某些東西可能會出現 比如說 你有很苦手的方法去講愛護動物這件事 那很多人就會 比如說愛護動物有的可以搞得很嚴肅嘛 那你就拍一件那個囊犬蹲在那邊 也在不接嘛 那我覺得那個部分就 那個東西就很有意思 因為國外同樣看到他只是拍一隻狗 然後在街上走 就一個德國的那種暗影 他說 他 我記得那個影韻志他就講說 他是一個寂寞的母親 然後他說 他就是一種 就是那個種狗 你有意思嗎 就是說 他從小 從會開始生醫之後 他把當人啊 就他已經生醫了幾代幾代 生過幾個小孩 但沒有一個在身邊 有些甚至在奶還沒有吃完之前 他已經就被帶走了 然後他欣喜的在懷第二胎的時候也一樣 那現在已經沒有失去能力 他一輩子總共生了幾個小孩 沒有一個在身邊 我覺得那種力量才強大 那種你總比 總比什麼 沒事敢寫一個文案 什麼愛護你的狗 啊狗什麼東西 收養啊不要 用收養的不要去買那什麼東西 我覺得那個東西是沒意思 有時候影像一個魅力加上文字 是很強大的 那個東西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上你們的 上你們的Facebook的東西看 我覺得是蠻有意思的 所以 說不定你們多了一個60歲的粉絲 因為是很在意你們拍了什麼東西 但我覺得 我會比較動容的是文字 就是你們在描述這個東西 可以看到一個年輕很單純的 對這個城市或生活東西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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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這樣 我剛剛問說 為什麼問說 你們跟粉絲聯繫這樣 我覺得這個部分倒是可以脫開 是可以脫開的 比如說 你到國外旅遊 很多就拍一張照片嘛 那每個人夜 就那種勝利狂 每個人到哪邊都夜 那我覺得如果你能挑到一個 也是到國外去旅行 然後挑到一個是屬於一個生活點 來拍一張照片 我覺得那只是當作一種表真 我在這個地方我來過 但是我要在意的是 你描述的內容是什麼 我到達這個城市 這個城市給我的氛圍 到底是什麼 比如幾百個人去過 幾萬個人 曾經上去過文以納 那誰用什麼陽光來看待 對 威爾納 威爾納這個城市 我有一個朋友 我們去威爾納 去參觀摩扎特的故居 他走上去的時候 他會轉頭跟我講說 欸 念人 我現在手摸的是 跟當年摩扎特一樣摸過的扶手 我那樣的撒那裡 我覺得那個東西是很感動 那是一個細微的傳述 嗯 那 你到威爾納去 在咖啡廳會碰到一個人 然後 他跑過來跟你羅里羅納說 講一大堆 我覺得有意思 比如那個人問我說 你從哪裡來的 我說台北 他就講說 那你為什麼來這個死掉的城市 我說你在講什麼 他說 我在台北都過半年 我覺得台北也是有意思啊 晚上三點鐘還有牛排在吃 有人在吃牛排 你知道他講的是那種夜市那種孫東寶牛排 那種東西 他說 喂 那是無聊的 他是一個偉大的古老的人 所創造出來 讓這一代人毀壞的城市 他認為這個城市是無趣的 他什麼東西 每個人的觀點都不一樣 他有意思 因為他每個人所觀察到的 所以 也許透過你們的一種表現方式 說不定可以說服很多的人 用這個觀點 就是說 照片基本上 我使用最簡單的方式去那個 但是我的心 或是我眼睛手看的東西 能不能夠透過更精準的 或是更單純的 的那種文字的表述這樣子 那 你們兩個 比如說 現在Karen自己的工作狀態如何 有辦法養活自己嗎 有啊 OK 那很厲害 真的嗎 所以 意思就是說 你拍照的時候 你有人幫你那個 轉介工作 還是說你自己在自己 用自己去尋找 還是說因為你已經有作品 所以人家會陸續轉介 我的方式其實就是網路啦 網路的網站這樣子 然後可能就是 因為可能剛好之前我都有做 有一些展覽或是做談會 那自然可能會比較多人認識我 嗯 那認識的人可能就會覺得 欸不錯 然後就來找我 然後可能再或者是 就是一個再傳一個這樣子 嗯 會比較緩慢啦 但是 我覺得這事情要慢慢來 對 當然 當然 所以現在找你去拍 去做 攝影通常是哪一方面的 嗯 可能多數都是 婚禮吧 或婚紗 還有個人的寫真 然後之前是有拍過一張 專輯唱片的專輯照 嗯 大概是類似像假的 婚禮 其實最無趣喔 單調無聊嘛 每個人都重複嘛 欸 對 我知道 我現在想請你講 你會用什麼比較特殊的角度 來看這件事 就是去拍婚禮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在我在正式當成 我的職業之前 有很多人都這樣跟我講 他們就會說 你拍久了一定會覺得很無聊 可是其實 我拍了大概 我接案子大概記得兩年多了 那婚禮也拍了很 我不知道做好長 但是我覺得每一場都有每個人感動 嗯 而且我其實真的每一場 所以你容易哭啊 對啊 那你那個比如說像那樣 新娘拜別父母 那最容易 因為我在旁觀 我在旁邊有時候也會哭啊 因為有的爸爸很會說啊 那你怎麼對焦 你眼淚都已經模糊 拼命拍 這個時候反而是更拼命拍了 因為那個非常的珍貴 對啊 而且我覺得 我其實我都會抱持著跟他們做朋友的心態 因為講真的啦 我還有我的 我接過案子的幾乎大概有七八成 到現在跟我都還有聯繫 甚至還有兩年多的一直 他現在都是我的那個 Follow我的網子的粉絲 我為什麼問呢 因為有一個日本人 他有一個日本人在台灣也是拍很多台灣婚禮 我覺得他的角度很好玩 就是他另外 因為剛剛問什麼 因為婚禮這也節目都重複了 內容都差不多 但是你要知道家庭不一樣 對 每個人家庭 而且這對夫妻 這對新婚婦可能是被祝福的 有人是說不定是沒辦法 我只好讓你們結婚的 所以狀態都不一樣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你還可以繼續在工作上找到樂趣 現在此刻啦 未來都是 好不好 OK 那 經歷就比較幸福一點點 因為你把攝影當作一種樂趣嘛 你沒有像Karen一樣就是 把她當成一種 把她是因為工作 有工作上面的重大壓力這樣子 所以你以後呢 在攝影上面呢 如果有機會 當然就是希望說也可以 就是有讓自己的作品 讓別人看到的那種機會嘛 嗯 那 對啊 因為自己 希望自己看到的感動 也可以讓 跟別人一起分享 嗯 好 那我 我雖然大概沒有什麼長遠的一個 因為工作永遠是 已經把我綁死了 我唯一的 近期的願望是 有機會跟你們兩個一起去鋪街 找一個比較棒的地方去鋪街 好不好 有啊我們也很希望 真的齁 OK 謝謝你們今天來 謝謝很年輕的兩位 給老先生的一堂課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